不过没关系 儿臣 还有人证 传人证 立官 你自己跟皇上 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 皇上 奴才招了 奴才全都招了 可请皇上饶奴才一命 说实话 朕可以饶你不死 谢皇上 谢皇上 是他 是他指使奴才这么干的 他让奴才把太子的欠掉包 然后派人射杀了乌尔滚世子 再嫁活给太子 可是奴才没有想到 他就如此狠毒 还想杀了所有人 还想杀了奴才 还好奴才激情 才躲过了一劫 还请皇上明察呀 皇上 皇上 皇上奴才冤枉啊 皇上 李官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凭什么冤枉我 是不是冤枉你 一事便知 华阿玛 儿臣曾在一本民间医书的杂坛里 看到过一株名为月剑草的植物 据说以此植物的枝叶涂于皮肤之上 可以在一定时间之内 掩盖住隐藏在皮上的胎迹和刺青 有何方法可以让他显现啊 这个很简单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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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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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回华吗 儿臣以为 此人背后一定还有注目 要不然 一个奴才 他凭什么要陷害太子呢 皇上 臣妾什么都不知道啊 皇上 皇上 一切都是我干的 都是我自己干的 平日太子在宫里 嚣张跋扈 曾经奴才也被太子侮辱过 所以奴才想报复太子 此事跟任何人无关 跟贵妃娘娘无关 今皇上明昌 好啊 你一个奴才 报复心可真强啊 竟敢射伤世子 这儿下货给太子 你胆子可够大的 还没 你 当真不知 皇上 臣妾当真不知 臣妾管理下人无妨 皇上降罪 将这个奴才带下去 三日后五门出寨 拉下去 来 慧妃对属奴 检查不够 建租三个月 打访一年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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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